寄生魚和聲量英文怎麼說 英語會說 寄生魚和聲量英文怎麼說 寄生魚和聲量英文怎麼說 大家好我是大米 很高興的Galaxy Watch上面有了正式的Google語音助理 但是真的有比Galaxy Watch 4 同是三星自家的Bixby好用嗎 可以把Bixby徹底取代嗎 這個影片來利用各種類別的語音詢問控制 來看看手錶上的語音助理的語量情節 今天台北的天氣 台北今天有雨,氣溫28度 今天台北的天氣 今天台北市的天氣是主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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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氣溫128攝氏度 最低氣溫122攝氏度 最低氣溫122攝氏度 其質量有 誰是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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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氣溫121攝氏度 關閉餐桌燈 好 正在關掉兩盞燈 關閉餐桌燈 5分鐘後打開餐桌燈 5分鐘後打開餐桌燈 計時三分鐘 計時三分鐘開始 計時三分鐘 沒問題 5分鐘後提醒我要關電視 5分鐘後提醒我要關電視 可以 5分鐘後提醒 尋找我的手機 沒問題 你的Galaxy S20 沒問題 尋找我的手機 好的 將開始查找你的手機 傳送訊息給我老婆 傳到老婆的手機號碼 對嗎 傳送訊息給我老婆 抱歉 還沒想到完美的回到 不行 導航到台北101 導航到台北101 可以 顯示我在日本拍的相片 正在顯示在日本拍的照片 不行 新增筆記 請問內容是什麼 請問內容是什麼 可以 新增筆記 比 Gooogle 還是Bisbee 哪個比較好 英文怎麼說 Gooogle 還是Bisbee 哪個比較好 英文怎麼說 關閉WiFi 關閉WiFi 開啟睡眠模式 開啟睡眠模式 開始跑步 開始跑步 正確 打開手電筒 可以的 打開手電筒 來總結一下測試的心得 就如預期的 Google語音助理還是得到比較高的分數 13分 主要是對Google的服務資源比較全面 不過吃虧的在手錶是三星的 所以缺少了手錶上的控制權 Bispy的語音助理得到10分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好 但是除了手錶設定的控制以外 其實好像沒有其他優勢 看來在三星的Galaxy Watch 4上 想要獲得比較完整的語音交互體驗 保留Google跟Bispy兩種語音助理 是目前最佳的方案 如果你對三星開箱 拍照攝影 智慧家庭有興趣 歡迎訂閱I玩三星頻道 謝謝 謝謝